喜慕容 猫园 不过 她最爱的 恐怕是一只尾巴 折起来的小黄猫 那是她上大学时 一个男同学送她的 刚带回来的时候 又瘦又丑 一副不讨喜欢的样子 她耐心地喂食 慢慢地调理 过了一个春天 居然也长得很有模有样了 猫大概自己也知道 坐在墙上晒太阳时 总装得很威武 青黄色的猫 闪闪发光 只是母亲有令 猫狗一律不准进屋子 父亲和孩子们 只好趁母亲不在家时 偷偷地 把宠物抱进来玩一玩 女孩那时候 想出国 晚上常去上西班牙文课 或者法文课 回家 总是很晚了 她的猫 常常会跑到巷口来等她 有月亮的晚上 刚刚爬上坡 离家门 还有好远的距离的时候 猫就认出她来了 巷子里空无一人 忽然之间 从墙上跳下一个东西 在地上打气滚来 虽然明知是她的猫 可是 梅子还是会吓一跳 然后就会想到这小东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就开始等在这里 从高高的墙上 迎紧等待她的主人 不禁从心里 对她又爱又疼起来 就一路 咪咪咪咪咪的叫过去 猫大概也知道主人的心 所以总是躺在地上撒娇 一直到女孩走近 把她抱起来 她才心满意足 呼噜呼噜的 靠在她怀中 出国以后 想家想得紧 女孩唯一能解相仇的方法 就是给父母亲 写一封又一封的偿信 最后总会戴上一句 拜托都抱一抱小黄毛 让离家 心里总是荒荒的 也不大出去玩 中国同学会的会长 应到她宿舍 把她请出来 带她到学生中心去过周末 有中国人的地方 是比较温暖 大家挤在厨房里包饺子 女孩虽然不会包 但是跟着打杂 心里也高兴起来 嗨 老兄 怎么不吃饭就走 会长向餐厅那个方向 大声说话 大概有个同学有事要先走 抱歉 我约好了去车站接人 等会儿再来 给我留点饺子好吗 那个同学一面回答 一面打开门走了 她大概是北方人 说的一口标准国语 声音非常好听 好像是有一种磁性的男丁 女孩下意识地 从厨房伸透出去看看 却刚好看到关上的门 心中无尽有点失望 她实在有点好奇 想看看 有这么好听的声音的人 长的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是车子误点 还是朋友把她带走 一直到最后一个饺子 都被人吃光了为止 那个声音都没出现 你还想问会长 为什么不替她留几个饺子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有一点怅然 想着下个礼拜还要来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 学校功课很多 到了周末 还有赶作业 加上女孩 身性好强 考试总想出人头地 于是 更没有时间出去玩 早已把这件事情 忘记得干干净净 一直到夏天都到了 会长的一个电话 才又让她去了一趟学生中心 我车到站时 她自己已认得路 慢慢地找过去 时间还早 读书馆里没人 桌球室也没人 餐厅也是空的 到了厨房 只看到有一个高大的男生 蹲在角落里忙着 她走过去一看 在刚坐好的舒适的窝里 四只圆滚滚的小猫睡成一堆 有白有黑有黄 可爱极了 她不禁叫起来 哎呀 好可爱哦 以免要伸手去抱 小姐别碰 让他们的妈妈 把这碗饭吃完好吗 那个男生伸手拦住她 同时还指一下 在窝旁不安的老猫 那个老猫可真瘦 好可怜的老猫 没东西吃还要喂小的 你看 几天就瘦下来了 还是那个男生在讲话 这时候 女孩想起来了 这就是那个 她很想看一下的男丁 不禁好奇地 对男生看过去 那个男生 也正好转过脸来 于是 故事 就这样开始了 两年以后 他们订了婚 再过两年 他们结了婚 在结婚的前夕 女孩问男孩 她想不想知道 她为什么嫁给她 新郎说想听 于是 新娘就说了 很尊重其事的 第一 我爱听你的声音 你的标准国语 第二 因为你爱猫 我想 一个那么爱猫的男生 一定有一颗良善的心 将来 除了爱猫之外 一定也爱太太 爱小孩 新娘果然没有猜错 她的新郎极爱她 婚后没多久 就给她带回一只 很小的安格拉猫来 母亲不在身边 新娘极度地纵容 这只又小又凶的猫 整天开着房门 让她进进出出 到超级市场 买婴儿食品 回来喂她 让她睡在沙发上 她还不知足 总是在新娘刚洗好 烫好的衣服堆上睡觉 为了怕她寂寞 她买了几只小鸟 在客厅里 做了一个大鸟笼来陪她 猫也很聪明 能够分辨出男主人回家的车门开关的声音 一听到那个声音 马上会从鸟笼顶上跳下来 走到屋门前 跳起来抓住门把 把门打开 男主人兴奋得很 每次有客人来 就要叫她的猫出来表演 可是见了生人 猫每次都怯场 客人也只好将信将疑地回家了 要回国时 女主人流着泪 把鸟笼拆了 小鸟分送给朋友 猫送给了一个外国老太太 听说也急宠她 回国好多年 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女人没猜错 丈夫也很爱孩子 但是有了孩子以后 女人变成一个有了洁癖的嘱咐 整天不停地洗遮洗纳 常常为了抱一次婴儿 还洗上两三次手 总要确定手势完全干净以后 才敢喷孩子 孩子的床一定要没有灰尘 孩子的房间一定要没有虫鱼 猫和狗 忽然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了 可是 丈夫却继续爱她的猫 只是 每次她抱一只猫回来 她都会大叫 丈夫只好又送回去 孩子们慢慢长大了 也跟父亲一样爱猫 有时候也跟着他们的父亲 向她哀求 留下一两只猫 有一天 在房间里给自己的母亲写信 她听到女儿 正向邻居介绍 这是我们的大咪 二咪 他们还有一个爸爸咪不常回来 他们的妈妈咪 给我的妈妈送走了 有时候会有一只母猫 跟着爸爸咪回来 我们就叫她情妇咪 那边那个小小的是孤儿咪 是自己跑来的 还有一只丑咪常常来偷吃饭 还有一只客人咪 不过 平常在家的 只有大咪二咪两兄弟 我爸爸天天为他们 跟他们讲话 不过 我妈妈很讨厌猫 猫一进屋子 她就大叫 我们跟爸爸只好 趁她不在家的时候 把猫偷偷地放进来 抱一抱 女儿的声音带着志气 却还是一本正经的 女人对着性质 不禁微笑起来 傍晚的室内 有一种温馨的柔光 一九七九年九月